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做這個展呢 其實大概有幾個意義 第一個當然是追思跟經驗白蘭 對,因為白蘭也是早期在工艙抗爭時期的一個 工艙自救會的非常重要的成員 對,那 那他因為是在7月25號的時候 也選擇回來文盟樓 往生 對,那我們當然是 紀念跟追思他 就是把他過去的一些在運動裡面的身影 跟漢志志村過往的一些照片的紀錄可以呈現出來 對,一個部分當然是白蘭的部分 對,那另外一個其實也是很重要的是 因為現在的確是 日志村即將被迫要牽出文盟樓 文盟樓作為一個古蹟 他並不是一個展板上面寫一些文字 好像一個過去的歷史就禁止在那邊 而是他扮演一個曾經合法的工作空間 他其實是持續的在跟人對話 跟我們也會希望讓這個過程發生 對,讓這個地方真的是成為一個 不要帶有有色眼鏡討論性跟性交流的地方 那真的可以達到他去無人的意義 對,那我們很清楚的是知道是 當我們被強制執行得要搬離這個空間的時候 這些意義就沒有機會可以這樣持續延續下去 包含是在這空間裡面所有的布置、照片 這些全部就都會空掉 對這群工商而言 他們的工作原本是合法的 可是一氣之間被陳水扁拿掉 其實藍綠二豆下面拿掉 其實對他們來說最不服的是 就是我原本是合法工作 你怎麼可以要我 這是我唯一賴以為生的一個方式 你怎麼可以要我 是強迫我今天還合法工作 明天就沒有這個工作 所以在二十年前 我覺得這一群阿姨們衝出來 像是會表達這個訴求 跟他們要合法工作權 其實是為這事會帶來非常大的刺激的 那尤其是關節 關節其實他很清楚他就是只戴墨鏡 他也沒有戴光草帽也不遮臉 因為他的名言是 我不偷不強我有尊嚴 對這個是他非常就是一個戰將 非常非常有力的一個漢將 這一間是麗君的房間 那其實麗君他很重要的是 他那時候在非常之厚 非常的淺細他就發現了自己得了乳癌 可是他那時候覺得還在進行抗爭 所以他那時候就還沒有去看醫生 那是到結束之後呢 才發現真的得了乳癌的情況之下 他其實依然還是沒有放棄 繼續跟芝士村走在一起 就即便是工艙已經確定廢了 還中兩年也結束了 他還是要跟芝士村走在一起 所以包含是他會在這邊導覽啊 跟著我們去演講啊 然後也跟 比如說也有去熱身跟複雜儀一起唱歌啊 就是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活躍在運動場上 去參與各種遊行各種活動的一個很可愛的阿姨 這條走廊呢其實是一個轉接 就是轉接 轉接什麼呢 轉接白蘭在抗爭時期的這一種 雖然不善言語 但是他非常的堅定 他也是不願意戴工艙帽的工艙 因為他覺得他沒有做錯事 對那 那他幾乎他每一場抗爭他都參與 就是不管是拿棋子 在戰場上拿棋子 回來之後 幫就是很累的工作人員按摩啊 然後煮雞湯給大家喝啊 就是我覺得他是很很照顧人的 而且很親近人的 對所以這條走廊呢其實是 銜接他早期在抗爭時期 其他這種活躍活潑可愛的模樣 白蘭昏迷之後的整個 組織了五十個 五十多個三陪義工 三陪什麼意思 陪吃飯 陪洗澡 陪睡覺 三陪的義工 二四小時輪班來照顧白蘭 對然後也協助白蘭做復健 對所以有各式各樣的人 有老師然後有社工 然後有各種有作家 就是各式各樣的人 都因為看到了白蘭的這一個 呃沉重的生命 跟在他身上 呃非常政策對他造成的影響 而進來一起承接他跟照顧他 每個人從白蘭身上學習的 其實不只是白蘭需要我們照顧他 這麼單向的關係而已 其實我們也在感覺是 其實那是一個所謂照顧者 跟被照顧者之間是一種雙向的關係 因為白蘭也在貢獻他的生命 開放他的身體 來給呃年輕人刺激跟學習 有一位呃工艙抗爭時期的義工 他其實做了一系列的創作 那這些都是以呃小姐為題 以工艙為題 他這個系列叫做紀念北市工艙系列 對那其中這張就是白蘭 因為白蘭最喜歡 他不喜歡太多局數 白蘭最喜歡的就是穿一件輕便的洋裝 對然後那他有特別 這個創作者有特別說 因為白蘭現在去當天使了 所以這張是最亮的 那他想講的是 每個人的生命就是都有不同的質感 然後跟這些阿姨們其實從 從從小在台灣的那個年代 其實也就是沒有全民健康保險 然後整個經濟也還在往上爬的這個階段 那他們也都是一種粗糙的生命質地 可是綻放出很美麗的色彩 跟就是我覺得這是他想要呈現出的一種意象跟感覺